那接下来我们做完 做完我们是不是就会想要去查看这张资料表 怎么查呢 第一件事情 那你就要去看说 你现在做的是哪一个 I 以赛之未赛的名册 然后接下来要比对 像例如说 像例如说 那你第一个资料表 你可以用滑鼠邮件选前100笔的记录 就是资料 前1000笔 它就直接秀给你看 上面是structure 就是那个语法 资料库的写法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select什么 然后from 那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select 它的意思就是说top1000 就是最前面的1000笔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top 挖鼓1000 哪些栏全部 就是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第四栏 ch em97 ok 好 所以它的语法 等一下我可能会简单的在 就是教你 它就是select什么 例如说 例如说 那个全部的话就是新字号 新字号 嗯 新字号就是全部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比对 就是说 这就是栏位名称 你有看到吗 这边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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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这边 你也可以看这边 这就是第一个栏位 第二个栏位 我希望它到时候给我们的 那个 顺序 你这边 也帮我看一下 有没有按照顺序给 因为我到时候API 我写那个栏位名称 我一定该按照它这个顺序 写出来的 那它 如果又产生变化 我的层次码我就接不到 可以了解 所以你这边做它的第一个是什么 Oreal Serial 你就要看说是不是 第二个 栏位101 第三个 Location 依此类推 就是它也会照这个顺序 它一定要按照那个顺序 它要是变动 它要是变动 我的API就接不起来了 对 这样了解 好 那 这是 这是 呃 就可以比对说 那个栏位 没有随便 那个 前后对调 还有那个 还有 我到时候我写层次 我一定是按照它这个 栏位名称来写的 所以这个栏位名称不能 大小写那些什么 有区别 你可以了解 这些都是 反正到时候 它这边是怎么定义 我就是怎么定义 就是我们共同的写定 第一个知识大写 我这边我也放大写 好 那还有先后顺序 这都是你要帮我去比对玩的 嗯 当然啦 我觉得 你也必须要行新品 比对玩这件事 因为 因为我们在写程式 因为它是念资讯工程 所以它一定懂说 那个大小写是有差别 还有就是那个 嗯 你看像这边 它 这一个资料库 你看有的 第一个知识大写 有的第一个知识小写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边 只要规范好 我们按照一码簿 对 所以 它又是大写 我们就大写 它又是小写 我们就小写 这样子一个原则来去做事 那所以如果万一到时候上面有出现 就是跟一码簿一样 是我们的现象 你要标出来 告诉我 因为 我不知道未来它API 这边最可能会出现错误的 就是这些一码簿里面的内容 它打错字 因为它一打错字 我可能这边我就接不到 而且 而且 这好多栏 你知道吗 太多栏 随便有摘检 太多的栏位了 它不像那天我们讨论什么台北市 那个栏都很少 这个随便都是三四十栏 那么多英文字 不能有 一个字母的错误 好 那 那接下来 第二件事情 就是 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这攸关我后面API层次 我不怕那个写那个层次 我怕的就是栏位名称用错的那个字 那第二件事情更简单 就是 我是要请你算说 这个资料表 总共里面有多少笔 记录 所以做法是 你就直接把这里 Select 这边 全部都 选择 选择下来 到这个 嗯 改成一个新字号 C-O-U-M-T 因为C-O-U-M-T是函数 函数 函数 这边 你只要 就是加左刮 右刮 就是Select 然后Count 然后其他都不必 因为你现在要查这张资料表 所以 来自于哪一张资料表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查询 Select 就是查询 就是Query的意思 查询什么呢 资料比数 嗯 好 然后执行 他就告诉你 资料比数是6254 我要请你告诉我这个比数 因为 因为你看我们那时候 他是不是最后也给我一张 大概参考的资料比数 那因为我现在拿的是10年的资料 我是不是就大概应该要知道说 10年大概有多少比 例如说假设口腔癌 不对 假设大肠癌 胃塞 一年就54万 那10年是不是就540万 我觉得 如果你拿到 例如说 500万 我还是可以接走 可是如果你只拿到了 30万 那就代表说 他没有完完整整 把他资料 或里面的资料 撈出来 那至少我觉得 可以 有这样子一个概念 但是 真实是怎么样 我也不晓得 那如果说 如果说真的只有30万币 那我觉得 这应该就会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了 因为这边 这是只一年哦 可是我们现在拿到的资料是99年到106年 是不是这边就有一些差距 所以你可以从 就是先从比数上面 来去做一个很基本的检测 不然我们到时候做一做 他就说 对不起 我们第一次给的资料 只给到 例如说 部分的资料 那我们到时候是不是要再重做 一定会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建议我们在前面先把QC先做好 好